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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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跟我說過 為什麼要這麼執著呢 為什麼不可以放開 不可以學會原諒 然後重新好好地生活呢 為什麼不可以看開一點呢 兩年來謝志堅每個月都拜祭弟弟 MASA 謝廷進 難免勾起人質事件的回憶 這件事是這麼離譜 這班官員他們玩了 將他十個小時 然後死罷了人 然後怕有走人 就當作沒事發生過 在我們自己的立場 我覺得這件事 我們是否應該就這樣算呢 他說要克服失去至親家人的悲痛 日家人要重新起步 過新生活絕對不容易 這兩年難行的 這兩年 因為我想到今天 其實很多事情 某程度上 我當初是有些事料所不及的 兩年前人質事件發生之後 一個星期 香港有八萬人遊行悼念遇害者 升討菲律賓政府 謝廷堅說 經過一段時間 香港人開始淡忘事件 要討回公道 他覺得越來越渺望 搞了兩年 都好像 都沒有什麼實質的成果 變成這樣 之後慢慢 人性開始慢慢淡忘 這些我們又控制不到 之後變成那種感覺 有一點點孤難無助 有一點點 某程度上 有時自己都 為何會這樣呢 我們一定要 對這件事 追究到底 特區政府換屆之後 謝志堅寫過信 給新特首梁振英 不過就沒有回音 他期望特區政府 協助遇害者的家人 向菲律賓討回公道 這次這件事 你 我期是算數 你幫不到香港人的 我又假設 如果將來 其他人 去到外國 又發生同樣的問題的時候 那你香港政府 你可以做些什麼 所以你說的 如果我是阿基羅的 你再打電話 他不需要理你 因為 沒有的 原來你自己本身 你的國家 或者你自己 你的行政長官 他們都不會在乎 你的人命的價值 其實你還需要有人理 沒有的 所以我們經常說 其實這並不是一件外 我們純粹單一的事件 在去年人治事件 一周年紀念 遇害者家屬去到馬尼拉 回見菲律賓司法部部長 德利馬 他至今只是覆獲一次信 給謝志堅 內容只是簡單提及 當地正是努力改善 旅遊安全問題 謝志堅說他的堅持 無非都是想取回公道 他希望菲律賓當局 可以盡快作出一個合理的交代 首先如果你說人性的角度 首先最基本 我想你是欠家屬一個道協線 因為你們搞了八九個小時 然後全世界看著自己的親人死了 我覺得這個道協是最基本的 我想一個小朋友做錯事 他們都會說對不起 謝志堅希望聘用大律師向菲律賓索償 不過兩次申請發援都被拒 言證向高等法院上訴 十月中就會有結果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洪陽生報導